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波波炸讲堂 我们是有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 28岁小伙一天三包冰榔 医生下了并未通知书 妻子却放弃抢救 在评论区回复冰榔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冰榔的那些事 28岁的年薪小伙小华 算是一个资深冰榔咀嚼者 按照他的诉说 从16岁的年薪小伙小华 就开始嚼 整整12年 几乎每天都要三包冰榔 按照小华的诉说 嚼起来有瘾 根本戒不掉 不嚼就觉得浑身没劲 工作也没精神 另外 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在嚼冰榔 见面以后啊 烟和冰榔都是常见的礼物 如果不嚼冰榔 肯定无法融入这个群体 是小华怎么都不会想到 这12年的冰榔经历 却让他因此病入膏肓 小华开始感到反酸 烧心 并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出现进行性 吞咽困难 开始还能吃下去饭 之后连喝粥都有点困难了 这个时候 小华才到医院就诊 未经检查提示为 晚期食管癌 肿瘤已经侵犯了食管全周 只有一个小小的间隙 食管作为运输食物的管道 只有小小的间隙 可想而知 食物是不可能顺利通过的 更糟糕的是 通过CT检查 发现食管癌已经转移到了肝和肺部 也就是说 小华已经病入膏肓 所谓食管癌是原发于食管的恶性肿瘤 以灵状上皮癌最多件 临床上最典型的症状是进行性 推咽困难 导致食管癌的病例有很多 比如遗传 环境 饮食习惯 不良生活方式等等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去留言 我们一起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去交流 关于冰囊的那些事